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九月份运势 不要忘记帮我们开启订阅小铃铛哦 九月份呢 是一个无常就是日常的月份哦 很多事情呢 都会充满着变化 比方说这个月啊 很容易呢 会有变化咯 拖延咯 暂停咯 那有的时候呢 也有可能差一点点就成功 或者是呢 有意料之外的发展 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主要的原因在于啊 这个月份呢 主要的是水星逆行的月份哦 从九月十日呢 到十月二日呢 都处于水星逆行的期间 所以在很多事情呢 就会有出错啊 不顺啊 要调整的现象 再来呢 这个月有很多的行星都会呆在变动星座 比方说呢 我们已经知道的 海王星在双鱼座 变动星座 那么火星从八月二十日呢 开始进入了双子座 变动星座 再来呢 哎 这个 从这个月啊 到这个二十三日之前呢 太阳都在处女座 还有呢 金星在五日到二十九日呢 也在处女座 变动星座 那么水星 呃 虽然从九月十号啊 在天秤座开始逆行 可是呢 从二十三日开始 它会从呃 天秤座逆回什么 处女座 所以又来到了变动星座 变动星座的特色就是啊 很多事情会同时发生 而且呢 事情都会出现一种糊糊的状况 哎 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 可能拖到最后一刻才会决定 或者是呢 会有节外生枝突然的改变 那么这种感觉呢 跟八月份不一样 八月份的星像是那种突然的变化 呃 是闪电的 而且是可以给你一个痛快的 可是呢 九月份不一样 九月份呢 是 好像可以这样也好像可以那样 有点这种牵扯 模糊 暧昧不明确的可能性 是比这个八月份来的更大的哦 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 那另外呢 在这个星像之下啊 呃 在沟通跟交通就要特别小心 沟通呢 很简单的可能就是 沟通不良啦 对不对 误会啦 传八卦 绯闻啦 或是你寄email这个寄 寄错对象啦 有的时候要小心哦 你可能讲别人坏话 你是这个很情绪的 随便讲一讲的 可是他可能呢 说者无心啊 听者有意 也可能呢 会有什么欺骗啊 或是消息走漏的现象 大家要特别注意 那么在交通上面啊 这个月份呢 除了有这种 这个交通意外的机会比较大以外 我们知道火星呢 他来到了双子座 所以呢 也很容易有什么空中上面的一些 呃 可能的挑战出现 或者是跟卫星啊 通讯有关的一些状况出现 所以这个月呢 充满了 嗯 混沌不明的情形 那对我每个人来讲呢 这个月其实有几件事是要做的哈 第一件事情呢 其实在这种状况之下啊 这个月是非常非常适合什么呢 练功 休息 或者是呢 慢功出细活的时候 呃 你不要急的一件事要赶快的进展 反而在这个月呢 嗯这个慢慢的精益求精啦 找到问题 解决问题 或者是从问题当中学习 是这个月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这个月呢 有太多事情能让我们分心 所以 其实星象也在考验我们 究竟哪一两件事才是你的核心主力 才是你真正在意的事情 这个外面很乱啦 心要尽啊 绝对是这个月份非常重要的成功主题哦 那么在整个星象的变化上来看呢 虽然呢 9月10日到10月2日是水星逆行啊 但是我们也看到整个能量潮会有几个大的变化 第一个呢 是其实在9月初哦 最慢的话呢 也许9月5号开始 你就会感觉 诶 怎么很多事 可能不动了 好像转向了 要调整了 然后呢 9月10日是水星真正逆行的时候 偏偏啊 这一天又是满月 这满月的那种情绪浪潮非常强大 所以可能在9月初到9月10号的前后话 会有一波的大的变化 大家要特别留意 再来呢 到9月23日前后 又是另外一个这个变化的波潮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在23日这天刚好来到了就是秋分 那么这一天呢 水星呢 会从天秤座逆回处女座 可是呢 还没有逆进处女座的时候呢 太阳又会从处女座进入了天秤座 所以刚好两个交汇又在一个重要的节气点 所以特别容易有事情的大翻弹 或者是 直变的现象 所以各位 我们如果很多事情刚好处在我们刚才讲的 那两个波潮的这个阶段里面呢 请大家就要自己特别的怎么样 比较保守形式 或是多准备备案咯 我们来看一下个别星座的运势啊 呃 这个月份呢 虽然有点混乱 但是呢 有三个星座呢 桃花运势 感情运势是挺不错的啊 包括了上升或太阳 在处女座 双鱼座 以及金牛座的朋友 那么这三个星座有一点点的不同啊 处女座跟双鱼座呢 其实在这个月很容易有感情的机会 或是有感情的发展 或是也可能有一些感情的结论 但是麻烦在于这个月份的星象呢 会让这个 上升或太阳在处女跟双鱼的朋友呢 有一点的这个纠结 怎么样纠结 可能有纠爱新欢的出现 或者是你现在的感情呢 有一个好好坏坏 忽冷忽热的状况 所以也会让你比较怎么样 嗯 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当然如果今天呢 你遇到了这样两个星座朋友 你会发现 他们在这个月也很难下定决心 往往是情势让他们决定啊 要做什么样的决定 那处女座呢 同时还会有这个长辈上司 工作上的挑战出现啊 让他必须要这个在里面找到一个平衡 那么双鱼座朋友则可能会受到家人的意见的干扰 他要做出自己的决定啊 这就是这两个星座它既好又有一个小小的困扰的情形 但是金牛座不一样 金牛座这个月份玩的很开心 桃花也好 约会也好 或是车玩乐 超级旺好不好 所以恭喜你们 那你们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可能花钱花的比较多 但是是愉快的 无论如何这三个星座 在感情上面都是这个月最旺的组合咯 那么再来看一下工作方面 这个月呢 在工作上面来讲呢 上升或太阳在处女座以及射手座的朋友 有一种力争上游的机会 可能真的有机会出现 所以你们可能要表现自己 或者要透过竞争 要去说服 来达到你的目标 那么不太一样的事情是呢 处女座可能在这个过程里 你会重新找到自己的地位 你要展现自己的领导力跟影响力 那么射手座呢 在这个月份是一种 呃 在职场上面可能会有些变化 比方说你想要换工作 换单位 好 换工作内容 也可能呢 你突然身兼述职 比方说同事啊 要去生产啦 你要代班嘛 对不对 或是老板忽然有什么样的空缺 所以你要帮忙代理管理啊 有这种啊 可能要同时处理 两件或两件以上的事情的机会 特别多 但是这也是展现你们 专业能力的好时机 那么另外呢 在上升跟太阳在天蝎座朋友啊 这个月很容易在群体团体 或是网络的舞台上面发光发亮 好 你可能自己的表现 获得大家的支持 或者是你找到这个合作伙伴 大家一起做成功一件事情 但是要小心一点呢 这个月比较容易有一些小人麻烦 或者是派系斗争的问题 不过我相信啊 上升或太阳在天蝎座朋友 在这方面其实慢慢都会有 累积自己的人生智慧去判断去处理 另外呢 上升或太阳在摩羯座朋友 这个月你开始慢慢感觉很多的机会 之前的计划有了动静 虽然可能因为水逆 或者是一些事情的变化 会造成拖延啊调整的现象 可是呢 摩羯座其实有点安静了比较久了 这个月份开始让你有 往外 往长期的计划 开始慢慢推进的可能性增加 所以可能也会让你感觉到 虽然有一些挑战 但是好像可以开始向目标前进了 是一个好的事情 那么如果你是上升在双子座 或者是你的太阳也在双子座朋友 这个月呢 你不但很忙 而且往往可能要做出一些重要的决定 比方说 你可能忙于工作啊 忙于家庭啊 但是这个月公司又有一些任务要你去处理 所以你就是有一根蜡烛两头烧的情形 或者是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决定 就是到底要偏向哪一边 或是你的时间要往哪边走啊 很重要的决策 是这个月会发生的 那么另外呢 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在白羊做的朋友啊 这个月呢 你比较属于一种劳碌工作运啊 那这样的状况是因为你可能前面一个月 你已经轻松过了 所以现在干工作啦 或者是你之前其实是做好了计划 那么这个月其实是属于执行的过程 但是也可能要不断调整啊 所以我觉得白羊做朋友你可能就放轻松 然后接受现况一步一脚印是很重要的 那么至于上升或太阳在巨蟹做的朋友啊 我觉得你这个月呢 可能要比较小心在沟通跟交通上面 一方面呢 你这方面的工作需求啊 要处理的事情特别多 另外一方面呢 也可能呢 你会发现啊 假如是什么法律啊 合约啊 签约啊 买机票啊 出差啊 旅行啊 这种过程里 杂物超级多 而且 就是会出现状况 就是会有麻烦 就是好事多磨 那你要耐住性质 而且呢 也要在平常做事的时候 谨慎一点点 另外呢 上升或太阳在巨蟹座的朋友 这个月要特别小心 你可能 有些事情 还不应该说出去的 还没有要上市的 这个产品的新闻消息 就不要太大嘴巴讲出去啊 因为这个月 比较容易有出错的一个麻烦 要特别留意 那么讲完了工作啊 我想大家应该会蛮关心财务的部分啊 财务的部分呢 这个月呢 相对之下 我觉得上升或太阳带 狮子跟处女的朋友啊 有比较多赚钱的机会 那么不太一样的是呢 这个狮子座啊 你在这个月份呢 除了赚钱以外 其实往往你要去处理一些 跟钱衍生出来的问题 比方说借贷关系啦 家族的遗产或继承啦 或者还债务啦 等等等等的 这些事情呢 我觉得要稍微好好的处理 那么接下来会比较顺利啊 甚至你要跟它合资合悔 是一样的 那么处女座的财务上面来讲呢 是比较容易有一种 嗯 放慢脚步 比方说你这个月应该要入账的 钱有可能 它会延迟或者是它会分批 它可能会有一些 意想不到的状况出现 所以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 但是 上升或太阳带狮子或处女的朋友 我觉得如果你比较谨慎 或是留意 其实财运 整体来讲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反过来讲呢 上升或太阳带水瓶座的朋友啊 这个月呢比较容易破财 这个破财呢有的时候也许是自己想多花钱 或者是想要玩乐啊 但有的时候它可能是因为别人 比方说你的好朋友啊 老公老婆啦 需要钱你借他 或是别人需要资金的周转你借他 或者是突然有一笔款项 他说你要现在还 所以你就要必须要现在还 好等等等的状况 会让你容易有一些财务的突发状况 所以我会建议你或许要多留一点现金 在身边会比较好 最后你一定觉得没有讲到 上升或太阳在天秤座的朋友嘛 对吧 因为之前呢他们的运势是不错的啊 这个月呢对于上升或太阳在天秤的朋友呢 比较属于休息或者是在幕后准备 因为我们知道呢在9月这个9月26日的时候呢 是天秤座新月的开始 所以天秤座的朋友往往会在9月底 才会有比较多明确的事情开始进展 所以前面呢可能都是在摸索啦 讨论啦休息啦 或者是在准备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天秤的朋友在这个月份呢 倒是不用急 不过要小心一点点呢 可能会有秘密恋情 或是有些台面下的事情要处理哦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9月份的运势了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9月的变化当中 稳住自己的心 然后呢发挥自己的自由意志 找到自己的明确方向 然后呢在这个月份不断的学习 人生不就是得到或者是学到吗 祝福大家学习 或是有各方面的不同收获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